接着给您说的道聊斋志义的回幕丫头 今天说的是第五回 这个我看有新朋友有老朋友 有上回听的有上回没听的 所以呢把上回的这个故事呢 多少的占用您点时间给您表一表 说的是山东公子王文 进京赶考 家里边没有父母 有叔父跟沈母 沈母对他不好 他出来带着这个小书生的 叫王生 家人带东西赶考 到了京城了 碰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是他家乡的大财主叫赵东楼 有钱站着房子躺着地 把他带入他的外宅 这个外宅可不是别的地方 咱们北京有名的地方 就是巴的胡同 就是青楼啊 带着青楼来了 他给包起来了 三说两说 偶遇一位漂亮的大小姐 就是这个书的主要人物 主人公 叫丫头 丫头 不是这名字就叫丫头啊 不丫的丫啊 丫头 这个 碰着丫头了 长得漂亮 这个王文呢 也看着丫头了 丫头也看着王文了 二人在楼上 说说唱唱 说得也尽兴 这酒喝得也高兴 三说两说的 一吹灯脸睡觉了 在楼底下 这老宝子 这老宝子不是外人 是丫头的亲生的母亲 这叫逼梁为娼啊 两个女儿 大闺女叫妮子 这妮子跟了赵东楼了 二闺女叫丫头 这赵东楼出了银票 宝儿娘 这钱归你 这是我兄弟叫王文 山东的公子 我家乡 这是我的亲兄弟一样 到这来没别的 他既然看上这个丫头了 让丫头跟他 这钱归你 二人在楼底下 听着楼上在干什么 说说唱唱 扑一吹灯 俩人睡觉了 再看赵东楼 一跟这老宝子 四目相对 妈妈 怎么着 大大大说 这这 这就 这俩人就睡了 但是这 他不睡还等着在什么呀 这这我也不知道 他们怎么想的 这俩人就是 就是王不看律斗 对了两个 这这他就睡了 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 这老宝子 跟这赵东楼 二人走了 单手里一宿 转过来 早晨起来 这王文还没穿好衣服呢 一醒来 一身懒腰 哎呀 好睡呀 突然之间 哎 丫头哪去了 回身定睛一看 你看这丫头啊 在这个桌子边上 那小凳子这 正坐着呢 泪如雨下 哗哗的哭 怎么回事啊 把心里的话 说出来了 我想跟您 我看您好 您也看我好 咱们呀 私定终身 说那怎么办呢 问问君子 可有胆量 我有胆量 怎么办呢 你得带我走 咱二人私奔 在那个年代来说 私奔这个词 哥现在跟吃这个 家常便饭一样 私奔 说走咱就走了 外边留一圈再回来 这不新鲜 那我听说呢 四五岁的小孩 小男孩 带一两岁 小女孩就敢私奔了 当然这岁数 稍微小一点 还有九十 带一八二伯私奔了 加了父母 加了这儿女不同意的 也有 那年代 咱们说这书是 明末清初的时候 这私奔二十四 那是不简单 那大家闺秀啊 尤其是这个大相公 大小姐一听这俩字 那脸腾就得红 私奔不可能 咱俩见回面 我就觉得这心里边 腾腾腾直跳 这脸都发烧 我跟你走 那哪行啊 那没办法 我得跟你走 咱俩得走 走怎么走啊 这王文说走啊 我带你走 那您的功名 功名不要了 您不是进京赶考来的吗 哎呀 昨天晚上一宿 你能跟了我了 我被你死 我都指 为了爱情 什么都喝得出去 没问题 说那我咱走 这王文一开这门 一开这楼门 火 李贤 二层小柔 这多高啊 这太高 我也没法带你跳 这跳就摔死了 丫头一看 你把门关是吧 这丫头啊 从这个兜囊里边 一小布袋 兜囊里边 掏出过两道符来 一贴 他腿上贴 给王文腿上贴一个 一念咒 郭德纲鱼欠 这是咒语 一念咒 刷四人 暗起云头 一股黑烟 刷脸就飞起来了 有那十多分钟的时间 降下来 这王文一看呢 可了不得了 大开挖 烂坟岗子 我的天 这是哪儿这是 咱得瞧瞧 一看全是墓碑 跟碑林一样了 看看吧 一看这杯 哎呀 郭德纲 这是 哎呀 一看这于谦 张文顺 都在这儿呢 到了博恩社坟地了 这是 哎呀 这就是到这 咱们 没别的 这是 在哪儿啊 杭州的边上 咱们 进杭州 开个买卖 您租一店房 俩租了一个 前店后厂 开什么买卖呢 药铺 那个说 这药铺可不是一般人能开的 得会守一 得会耗卖 开方子 这俩人什么都不会 可是有一节呀 这丫头可不是一般人 这个 原文上了 这王文也问这丫头 那您是我呀 非人非鬼 非妖非怪 切身乃狐儿 我乃狐狸 我是狐仙 哦 您狐仙 您今年 我不大 我九百二十七岁 我这还不大呢 我今年二十一 您九百二十七 咱不算这枕 咱就算这零 二十七 我二十一 您比我大六岁 这叫你大六咱们爱不够咱们啊 好 俩人开了一买卖 叫济世堂 这买卖开了可了不得了 没有药可怎么办呢 这丫头啊 包这纸包 随便抓点东西 拿把抓把土 搁这纸包里边 包好了 弄一破了 往这一搁 您不是牙疼吗 喝这个 喝完了 立马这人就回来了 拿把十字 咔咔一嚼 十字能嚼坏了 这牙就这么好 说我这倒肚子 哎呀 我这 我这不吃了什么了 我这吃了八豆了 我拉了一星期了 天天一泄千里 这我怎么治不好 拿这个 吃这个 不用好卖 嗯 拿我这白纸包来 七十喝 他喝完了没五分钟来了 怎么样 好 连连干的都不拉了 就这么好使 好 一星期 一星期都不拉了 嘿嘿嘿嘿 你说我们这药 得多管事儿吧 嗯 神仙一把刮呀 他是胡仙子 这个 一年多的时间 买了块地 把这房子都盖起来的 好 这房子 屋脊连云的 特别大 跟一庄园似的 家里边 加募院工 也非常多 就在 过了那么一年多的时间 小两口非常的恩爱 嗯 可是呢 有一点不好 没孩子 爱说呢 夫妻两口子 结了婚呢 过些日子 一年半载的 有可能就有孩子了 他这没孩子 这王文的心里也闹拼 你看我呀 我们家就我一个 我父母去世早 跟着这个叔父 沈母一块生活 我叔父 沈母 叔跟婶 家里就没有 没有孩子了 儿女都没有 养我这么大 我跟他结了婚了 他说是狐仙 狐仙 我不明白 这狐仙 咱们我们俩生出来 是生狐狸的 还是生人的 他把一哭 来四朝腿 这可怎么办呢 我抱一福里天天的 我也不说照相 拍卖这个干嘛使这个 我得问问他 就问这丫头 杨瑟 怎么相公 您看这个 这个这个一般的来说呀 人家结婚一年多到两年的呀 人家这个这个两口子呀 就有新产品了 新产品 您看咱们这个新产品就没有现在 啊不是 现在咱们您看这个 咱们这个房子地 药材 那不是都是产品吗 不是 您没听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人家 人家这个两口子呀 过了两年呢 人家就不是两口子了 那就是四口子了 不是 他就是 他就 他多了一口人了 那我问问您 哦 您的意思就是 来个孩子 对不对 对对对 我就是这意思 我问问娘子 你说咱们俩要生 你说要生个男孩呢 还是生个女孩呢 他这可是绕着丫头 他可不说这生 您是生个狐狸呢 还是生个人呢 他不说 咱看丫头想了想 不好说 这真不好说 您打个药于什么的呀 他说我打个药于孩子呀 您打个药男孩女孩 我呀 男孩女孩都行 只不过您别给我哭叉来 再来一个那个的 哦 您放心 这可没处 咱们来着看 什么叫来着看呢 这个 您万一哭叉来个狐狸 我可怎么办呢 来着看 这话说了有三个多月 这一天 这丫头啊 跟这王文夫妻两口子对坐聊天 丫头又说了 相公给您道歧 何其之有啊 为其我身怀陆甲 怀孕了 哎呀 太好了 哎呀 谢天谢地谢神灵啊 我王家有后了 哎呀 您看看 这个这个 这要生出来 您是喜欢男孩的 还是喜欢女孩 他问丫头 丫头说 我男孩女孩都可以 那公子呢 我当然是喜欢男孩的 因为在那个社会呢 包括现代不是 尤其农村 更重视男孩 我喜欢男孩啊 咱来着看 万一生个男孩的 您就要男孩 生个女孩的 您就要女孩 万一要生个别的呢 那也别办了 咱也是亲生自养 王文一听着汗就吓了 您可别跟我提别的 打架起 这家族院工跟王文 对待这个丫头的大奶奶 格外的关照 想吃什么来 想穿什么穿 想买什么 一律趁心的都让他来 可是有意见 这王文呢 就发现呀 不对劲 哪不对劲呢 就觉得这个 打怀孕之后啊 得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了 天天的丫头啊 不招家 这怎么回事啊 干什么去了 回来问问 天天的 怀着我的孩子出去 不知干什么 夜半三经有数 后悔一样 三点钟才回来 有时候都不回来 这个这个 别带有什么事情吧 好 今儿晚上回来 我一定问他 干什么去了 越想越害怕 他就觉得 哎呀 不会吧 他长得这么漂亮 岁数不大 他又万一跟他的那些公狐狸们 在一块儿 这王文军的脑门都发绿 翠绿翠绿的 有点要现原型的意思 说这个这个不能 他跟那些个公狐狸们 狗血在一块儿 今儿晚上回来 我问问他 一看 夜里边十二点钟 汤汤汤汤一敲 十二点还没回来 好不回来不是吗 一会儿他回来 没别的 一进门 我上去一大嘴巴 我先把他抽出去 是不是 哪有这样的 不拿我当回事 我的扶权还是要的 我是他丈夫 不听我的 不跟我打招呼就走 哪能这样啊 唐唐唐唐 又过了一小时 一点了 这心又软了 哎呀 你看看 哎呀 这个这个 他怀着我的孩子呢 我给他一大嘴巴 把他打流产了 可怎么办呢 嗯 不行啊 这不 那我也得问问他 汤汤汤汤 又过了一小时 两点了 哎呀 还不回来 这么想到这儿呢 就看外屋这门 呲压 两三门 开了单事儿 外边哗 一黑眼 刷进来了 哗 跟一股清风似的 回来了 上前去 想抓的柏领子 没狠心 一抬头 真是大娘子丫头 哎呀 可恨 心里想 我给他一大嘴巴 他九百多年到好 好 他这一嘴 怎么能把我脑袋扇掉了 我哪打得过去 我不打他 我看他真有气 我得问他 哎呀 杨子 哦 怎么相公 还没睡呀 我等你呢 你这干什么去了 看个几点了 每天都如此 怎么办呢 你让我多危难 你身怀着我的孩子 万一出点 差错 可怎么办呢 你干什么去了 哎 我就是出去转悠转悠 您出去转悠 这些日子 天天出去嘛 夜半三更 您都这时候才回来 啊 不是 这个这个 我有难处 你有什么难处啊 你得跟我说说 必须说 不是我啊 没法张嘴呀 没法张嘴得说 到底怎么回事 那我问问你 这个相公可有胆量否 你怎么老问这句 我有胆量 没问题 你说吧 哎呀 不瞒相公 为期我身怀你的孩子 我并不想出去 我这是啊 避难去了 你避什么难呢 咱们家趁这些钱 这些房子都是咱们的 你避什么难呢 哎 相公有所不知 咱们在这儿 有那么小两年的时间了 这济世堂开得非常好 传得很广泛 所有病人都念咱们俩的好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城 被我呢 母亲跟我大姐 妮子都知道了 二人要来捉我回去 到那时候 咱们夫妻二人就要分别 看来连我妇内的孩子也保不住了 啊 还有这么回事啊 他们怎么回事的了 你别忘了我 他我是狐仙 他二位也是狐仙呢 尤其是 我的姐姐妮子 三位狐啊 比我还大二百年到呢 我母亲更不用说了 老狐狸精啊 这个 这怎么办呢 这个 那咱们想个主意吧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哎 不行 我带着你 咱们赶紧走 这片买的不要了 咱们能逃哪 逃哪 怎么样 就是这主意 哎呀 咱们逃能逃哪 这 可天下 他是狐狸精 他掐指一钻 就知在哪啊 这是两年的时间 我那生生之母 老狐狸精 他并不想逮我 并不想把我捉回去 他如果想把我逮回去 不费片刻的时间 既掐绝一念咒 就能把我逮回去 他倒这么大呀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那咱们呀 不想咱们等着明天 明天早上起来呀 你也跟我回老家 回老家 咱们把这金银戏馆 一打包 咱就走 好 就是这主意 那为期五 只能随着相公 你走了 没有别的办法 咱们什么都不要了 二人刚定好这主意 想走啊 那是万万来不及了 正说这儿 就听半空中一声利闪咔啦一个劈雷 就听了银铃般的笑声啊 哈哈哈哈哈哈 当然这也够刺激的这声音 谁来了 妮子来了 丫头的大姐来了 这妮子 半想通咔一道利闪 把这房门啪 就推开了 在她那个妮子 披撒着头发 这手里边 拿一把大宝剑 掐的剑鞘 一指丫头 呆 小小的丫头啊 今天我来了 你还想走吗 一看 完了 来了 非得把我逮回这不可 丫头啊 她只是坐这 大姐请进屋来 大姐请坐 再看这妮子啊 怒火中烧 好 拿一把宝剑 跟我走不走 你已经知道我来了 还想走 你走不了了 坐在丫头跟前这儿 俩人四目相对 你看着她 她看着你 二人 不谁也不说话 一看这王文 一看这场面非常的尴尬呀 这我得说两句呀 往前去 一抱拳 哎呀 大姨姐呀 刚一说这大姨姐 在她丫头 呆 哪说你说话的份儿啊 我们这是什么身份呢 他一千多年 我九百多年 我们这是天生的老地球啊 你才翻 翻夫俗子 啊 有你插话的份儿吗 一门 把这王文给大退了 他倒不是怕别的 你要说别的 没关系 就怕王文呢 跟这个逆子到楼 哎呀 大姨姐呀 您别动怒 您看看 您不看僧面 看佛面 不看渔情 看水情 您看我们夫妻 小两口过得十分的恩爱 现在你妹妹 你亲妹妹 已经怀我的骨血了 这会儿 您把她逮回去可怎么办呢 还怎么办呢 而且万一你们俩说岔子 一动手 她的身怀有孕怎么动手啊 想的是这 可是丫头跟她想的不一样 她要一说 我身怀有孕 本身 我姐姐就比我大同大 我打她就费劲 我在身怀有孕 我大姐更得冲了 好啊 你身怀有孕 你更打不过我了 这回啊 咱们来不 你呀 必须得跟我走 她怕呀 把这个事情啊 给败录了 去去去 回去回去 拿手的一扬 可了不起了 再看这个王文呢 啪 这一个大跟头 三百六十五度 直接就床底去了 床底一抬头 抬脑袋往外一看 能看见这二位的 上半截身 稍微能看一点影 再远了都看不见了 再看这位丫头啊 跟大姐说了 大姐 没别的 小妹我 跟你这妹夫在这生活的 十分的好 您看看 啊 我们在这站着房子 躺着地 非常的恩爱 您为什么要把我捉回去呢 而且您 跟咱们母亲在一块 逼梁为娼呢 每天的逼您干那些下三烂的事情 把您卖给了赵东楼 那您愿意吗 赵东楼何等养人呢 啊 咱们得看这个 咱们我跟您说的都是事实啊 您不能说把我捉回去 我还跟您一样 咱们还干这些事情 咱们实在是 我觉得对不起这个良心呢 哎 再看妮子 丫头 少说这些废话 母亲叫我来 就是捉你来的 你呀 什么都不要说了 跟我走 还都罢了 要不然 一颠这宝剑 今天 咱们就这儿了 好啊 你动手锅吗 好 看我的 再看丫头 半空中那么一招手刷 也下了一把宝剑 这把大宝剑 好 明亮亮 一直二人就要动手 你死的 心想 他闭关修炼九百多年 我可没有他修炼的纯正 我呀 今儿个玩家 明儿个勾引个小男朋友什么的 我这个 这个 你看看 那个镜头可不软 我真的那动家伙 我可未必占了便宜 哎 这不是身上带着宝贝呢吗 没关系 咱们动的宝贝 再看妮子 手指着丫头 妹妹 不要动怒 咱们亲生四眼的姐妹 哪能动手啊 姐姐我跟你开玩笑 说的话 她把这宝剑一背身 背到后边 从兜囊里边 兜里边 啪 偷点东西来 什么东西啊 按现在说一个老前儿 铜钱呢 原形方孔 于铜钱 看丫头 不注意的时候 拿起来鸽子掌心 在这儿口咽咒语 啪 往外风的一扔 再看这枚铜钱 见风就掌 一会儿跟大斗似的 刷了 就被丫头来了 丫头没有注意 丫头正说着听她姐姐说话 面对她姐姐 无意当中一伸手 见风就掌 这枚铜钱 啪就打过了 哎呀 不好 这是什么法道 哎呀 难道是那枚老钱 这是她母亲传授下来的 这枚老钱呢 相当于这翻天印一样 见风就掌 只要打在身上去掉五百年的道 都太厉害了 这可怎么办呢 有主意 一伸手 在这个腰间 啪 掏出一个什么了呀 掏出一张纸来 这张纸写的符 咱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呀 画符 画的乱七八糟的 拿起来 口念咒语 进 这一伸手 再看这张纸 见风就掌 啪 可这屋这么大个 再看这枚铜钱 归归的 啪哒 就落两指什么 再看这张纸啊 四肌脚一叠 啪 把这老钱呢 给包上了 包上来 啪哒 落在手里了 丫头一乐 就这玩意儿啊 姐姐 还想伤小妹我吗 往兜里一吹 这妮子一看呢 哎呀 这 这就烧走了 把老钱还给我 哎呀 你按键商人 还想要这宝贝吗 这妮子安静 这可怎么办呢 好 你不接这个 看这个 在这个头女上 别提一把金簪了 这簪子 啪 这一衬 这簪子可了不起 这簪子 有这么长 头是什么呢 是一个凤凰的头 有身子 带羽毛 这么长 一个后边 一个簪子 特别锋利 拿起来口念咒 与记 啪 往上一推 再看这个簪子 见风就掌 啪啦 变成活的了 一个大金凤凰 这金凤凰 好 伸着耳 直接就问丫头来了 丫头一看 不好 站起身来 蹭 往上一跳 他指着跳过去 他一看这来 跳过跳不过去了 往上一起身 这凤凰一来 正好骑着这凤凰 这身上 骑着凤凰身上 哎呀 这拿起手来 照这凤凰脑门上 啪 就是一挡 当时这凤凰 刷 叭击 掉在一起了 恢复原形 又揣在兜里头了 你自己看呢 哎呀 妹妹呀妹妹 你这能耐不小啊 我这宝贝都被你 收了去了 啊 不好 干脆呀 得了 我 也打不过你 我走 说着话 这妮子一转身 出了门就要走 丫头啊 哪能让你走啊 你走回去 告诉那老狐狸精 告诉我妈去 我妈在找我来 我受得了吗 啊 没别的 拿一把宝剑 一背身打起来 记 一刷记 这把宝剑 刷 直接把妮子就来了 这妮子就觉得身后 恶风不善 刷 就觉得一道冷风 就过来了 哎呀 这是什么 回头可来不及了 稍微就一闪身 再看那口大宝剑 噗 正好从这尖头那刷 穿过去了 穿过去 整个连健身健饼都过去了 穿过去可不算完 二反投堂回过来 又奔心脏刷 又扎滚了 这血刷啦就下了 哎呀 疼的 浑身力抖 哎呀 一看宝剑又来了 这可怎么办呢 没办法 我呀 我来这土盾吧 一跺脚 砰 下到地里边去了 顺着土盾 咔 走了 丫头一看 走啊 走啊 真要把他逼急了啊 我也未必打得过他 他也比我这个道法 身的很多 见好就收 一抬手 这宝剑刷 踏踏实实的 就落在手里边了 一被这宝剑 往这一坐 平心尽弃 哎 喘口出气 哎 心里想 难呢 要不父内 我的小娇生 今天我一定追上他 要了他的性命啊 哎 他回去了 回去 要告诉我的母亲 我 这 这 我打不过我的母亲 这可怎么办呢 连我的性命 连我相同的性命 都得命丧他手啊 这可怎么办 哎 就是这个主意 再看 丫头 盘腿坐在地上 回身 看了看王文 再看王文 趴在床底下 张着嘴 瞪着俩眼睛 看着丫头 一句话 一句话都说不了 这一巴 打过去 他都梦了一会儿 哎呀 这会儿醒过来了 就是说不了话 洞盒不了 心想 这是什么法术 这是 哎呀 把我困在这儿 我想出去 我帮帮他 我这劲儿我也使不上 我说话我也说不了 这 丫头 回身病 看 哎 可惜 张 啊 多难 没办法呀 我得保全他的性命 又得照顾我府内的娇生啊 这可怎么办 哎 就是这主意 再看丫头 平心尽气 一韵气 从这个吸力往外 这一韵气 噗 从这嘴里边 吐出一道黄光 这黄光里边夹着 这么大个儿 跟这个鸡蛋这么点儿啊 一块什么呀 一块 黄布式的 黄哥的 这按现在来说 就是人的小宇宙 这叫 内丹呢 咱们看过这个 剑仙传 剑魔传的 内丹 人的小宇宙 人的这个 所有的精气神 内力啊 都在这个内丹上的 把这内丹一吐出来 拿手往外一 啪 啪 再看这个内丹 规规矩矩的 刷 啪 顺着这个王门的脑门子 噗 进去了 再看王门 哭鸡 往下一啪 就啪在床底这儿了 温馨不动 只能睁个眼 看丫头 再看丫头 把这内丹一吐出去 该看那脸 刷 就变成白的了 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特别的虚弱 平心尽气 他想休息休息 可是 一会儿都不容易休息 正说到这儿了 就听外婆 咔 今天破地 这么一声闪电 一声劈雷 再看所有的窗户跟瓦 啪 全都吹下去了 这个房子从中间 咔 裂开了 可把这个丫头就显出来了 哎呀 抬头定睛一看 半空中飞过一片黑云 黑云里边加着黑气 在脑袋这半空中 就听这里边一声狂笑 哈哈哈哈哈哈 丫头啊丫头 你也有今天的啊 孩儿好大的胆量 不遵母命 我让你大姐 把你招回去 你不回去 把你大姐伤成这个样子 今天母亲我来了 难道你不跟我回去吗 丫头一听啊 哎 完 我妈来了 那老狐狸精来了 这个 不回去 也得回去了 丫头低头 一声不语 在这那个老狐狸精呢 在这黑云里边 透出半辣脸的 这身子完全在黑云里边 面对丫头 丫头丫头 娘我养你这么大岁数 本指着你为娘挣钱 没想到啊 你勾引这小白脸的呀 啊 你把它勾引走 我妈妈我就知道 我就盼着你啊 在这一年多中啊 把这个王文的 这精血吸干了 给妈妈我带回去 可没想到你跟她过日子呀 啊 不遵母命 你该当何罪 啊 说着话 探出一只手来 二指啪 照着丫头一扁 一股黑风下来 这黑风变成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大笼子 黑笼子 把这丫头就罩在里边了 哎呀 你呀 跟为娘我回去 说着话 往上一提这手 再看那大笼子带着丫头 同空而起 底下一股黑风 哇 起来了 半悬空中 这老狐狸已经又问了丫头了 你的男人哪去了 丫头也不说谎了 哈哈 好 你男人不说在哪 我也知道 他躲得了初一 躲不了十五 你呀 随为娘我走 你就等着受罪吧 我的丫头 说着话 一掌声 一股黑风 唰 走了 王文 在这床底下 看着真真的 这就把我媳妇带走了 她带走不要紧 连我孩子都带走了 你也呆呆发愣啊 按现在来说 一直到早上起来 七点钟 啪的床底下 温森冻活不了 就这一宿啊 狂风大雨 哗哗大雨 狂风大坐 哎呀 家努院工啊 从别的院里边 就觉得这院有洞里 哎 这院怎么了 这院 有这个马浩子老李 像什么鬼花样 什么老高啊 什么小鸾呢 这些人呢 都到这门口来了 这老高就说了 哎 小鸾 你怎么老高 这昨晚上我看这院 咱们大奶奶那院 狂风大坐 一阵劈雷 我到这门口来看看 我想推着门进去瞧去去 这门推半天 可就推不开呀 这是怎么回事 要是 是啊 我的后半夜也来转一圈 也是进不去 现在白天咱们瞧去去吧 再推着门 还是推不开 找人拿斧子 劈这门 拿斧子 到这门 啪啪啪 劈开了 两扇门 啪 一推 门分左右 这几人 腾腾腾腾 进屋来一看 我这个天哪 一看这个房子呀 简直 什么瓦呀 门那窗子 全的第一片狼藉 这是怎么了这是 哎呦 不好 房子这样子 咱们 咱们咱们老爷 大奶奶呢 快找大奶奶 找老爷 哎呀 老爷 您在哪儿呢 这是 老爷 哎 大相公 您这是哪儿呢 这儿 到屋里一看 哪 什么花瓶啊 桌子呀 板凳啊 一片 全都打在屋里边 这床里哪 老爷在哪儿呢 再看王文 王文哪 从这床底一抬头 看见老高了 哎 这一挨 哎呦 在这儿呢 快快快 快快 把老爷掺起来 把老爷掺起来 咱喊王文呢 这眼都拧了 披散这个头发 满脸全是尘土 哎呀 老爷 老爷 您说话 王文往这儿 一坐 哎 也不说话 老爷 大奶奶呢 大奶奶哪儿去了 啊 大奶奶哪儿去了 大奶奶 哎 这一嗨 不要紧 灿灿给这眼泪 刷就掉进了 放声大哭 家人一看 哎呀 只要哭出来 这心里不就好受点了 哭完了 给擦了眼泪 哎呀 老爷 大奶奶哪儿去了 你家大奶奶呀 哎 大奶奶被强人 挪走了 哎呀 大奶奶身怀有孕 被强人挪走了 她指强人是强盗 她都不是要被狐狸精挪走了 强盗挪走了 这万一 要截在山寨上啊 这这这这这到时候 我大奶奶长得这么漂亮 这这万一 这这要什么了可怎么办呢 这个 哎呀 这这这这那怎么办呢 大爷您那个您到这院 摔着这个王门到了别的跨院 躺下吧 给起点姜汤水喝下去 这眼呢 一点实都没有 咱们简短节说过了半个月 这王门呢 慢慢的才苏醒过了 哎呀 这个花就老高就问 哎呀 大爷这怎么回事 这个 哎呀 大奶奶被人挪走了 强走了 强走了 咱们可怎么办呢 大奶奶身怀有孕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他我没想到 他走得这么快 这 那你也想想 咱们这么大的家 也可怎么办呢 没有大奶奶支撑 这谁出个主意呀 哎 咋呀 家都愿工都给我找过来 家都愿工都来了 没别的 我跟你们说说 咱们这买买咱们不开了 咱们都散了 哎 大爷不干了 您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我找大奶奶 找我媳妇去 您知道您媳妇在哪儿吗 您找 我不知道 那您找的什么时候啊 多着找着 多着再开这买卖 那您要找不着呢 找不着 找到我死算 我就是找死啊 这就是找死找死 找死 找死 多能找死我 播了算 一辈子我也不娶了 遣散 家族愿工 家里咱不是有钱吗 这一年多 挣了这家产了 钱也不少 咱们都分分 谁欠咱们的钱 咱不要了 是不是 咱们都给人家了 您一分 各全走 最后把家产那么一分 有大份有小份 剩下那四五个家族愿工 到跟前了 大爷 我们不走 哎呀 你们记得为什么不走啊 我得跟着您呢 您不是找大奶奶吗 我们得跟着您 您这身体这么虚弱 得需要人照顾 咱这买卖 虽然说不干了 咱是先封在这儿 咱们留两人在这儿看着 剩下我们三个人跟着您 咱们找大奶奶 这个咱们上哪找啊 我也不知在哪找啊 有出主意的 您在哪 人来在哪 是碰见大奶奶的呀 头一面 我是在北京城碰您的哦 那北京城大奶奶 娘家在哪啊 她娘家她住的那个八的胡同 哦 八的胡同 窃窃私语 听说这八的胡同 我是寄院 我听说也是 哦 这个大奶奶这个娘家 倒是好地方 人皆地灵 可全天下都知道 这八的胡同 这个大奶奶家里 是干什么的呀 嗨 大奶奶家里不是啊 是干这个 她 我也忘了干什么的了 她可不好意思说 我媳妇是妓女 是小姐 她不好意思说 咱们呀 到北京城去找 好 带着这仨人 多带这个金子 少带银子 带着这些行李 就奔了北京城了 到了北京城回忆 哎呀 可能是就这儿了 赵东楼带我来 可能是就这地方 上前敲门 啪啪啪 一扣打门环 这门嘶哑哑哑一开 出离老头 老头 您找谁呀 哦 老婆 这个我是山东的书生 我叫王文 哦 您找谁呀 我找丫头 哦 丫头 丫头没有 我们这是一个小子 你找吗 不是 我们找这个 我媳妇叫丫头 没有 没有这人 没有 那您现在 您这儿是那个 这个这个 干什么的场所呀 他想问 他不好意思说 您这儿 谁一打扔道 您这儿是 寄院吗 哪一大嘴巴扇出去 人家才寄院呢 不是 您这个 我们这是民宅呀 哦 您这儿不是那个 娱乐场所吗 这个 我们不是娱乐场所 您 您打扔错了 民宅 哦 那就是 您知道这个 赵东楼 都有这人吗 我没听说过 赵东楼 哎 完了 这可怎么办呢 换了地 是人家走了 这房子 还是这房子 人已经都没有了 看来呀 这老宝子呀 也下了狠心了 把这房子准时卖了 没办法吧 老头进去把门关上 王文带这仨人商人 咱去哪儿啊 咱们不有钱吗 游遍大江南北 凡是烦华热道的场所 凡是青楼 凡是妓院 咱们都进去看看去 好 今儿个笨诈 明儿个笨诈 后个再笨诈 整个转变了一年多的时间 阴信节无 并说丫头 我连小子都瞧不见 这哪儿找去 王文带天天想的丫头 想丫头 想孩子 他生男孩生女孩 爱说现在这个月份 孩子得有 得有半岁了 生个男孩是给我生个女孩 还是生个狐狸呢 我这个怎么办 这个天天想 想啊 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这身体一点也都消瘦了 这仨仆人一看呢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咱们天天这么找啊 这钱花得也差不多了 这个也找不着啊 这大奶奶上哪儿去了 咱们转变了 得够十多个大城市了 这个 哎 其中一个人出主意 大爷 啊怎么着 这个您家是 我家山东的 山东东城府辽城县的 哎 我记得您说 有个赵东楼跟您是同乡 他引荐您到这个青楼 碰您大奶奶 是不是 对呀 赵东楼引荐我到这来的 他给我出的钱呢 我头回见媳妇见你大奶奶 他得出的钱 哎呀 哎这么得了 您看这行不行 您呢 带着我们解释 咱们一块回您老家 咱们瞧瞧这 好不好 咱可不跟别人说 咱也不说找大奶奶 咱们到那儿 仿赵东楼去 要碰见赵东楼了 他估计能吃这里 大奶奶丫头的下落 往门一听 有道理 想当初是他引荐的我 他给出的钱 我走了 跟丫头走了 他可一直在这老宝子的 在这妓院来 哎 有可能知道 好吧 带着家努院工 就奔家里来了 这一道路无书 到了家 货 一看好家伙 这些年没回家 哎 一看这家伙的家乡 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哎呀 你看哪叫飞机场 哪叫火车道 火啊 你去哪叫歌厅 哪叫KTV 呵呵 你看我这个家乡 这你看多好啊 好 走着走着 碰着一个放木表木童 跟那木童一打听 啊 小哥 哦 相公您又何事 我问问您 这某某某家 现在在哪住啊 哦 您看 顺着我的手而观看 一看 这大片宅子 我的个天哪 上房就得十多间 前店后厂 哎呦 还有买卖 这是谁谁谁家 啊 对呀 这就是 哎呀 我这些年没在家 我的叔父神母 看来是发达了 哎呀 你看这个房子 这还有买卖 这大片房子 呼 要盖的话 也得花几年的时间 盖起来呀 我呀 上前去 到跟前 啪啪啪的 那么一打门 嘶呀 门一开 两扇门一开 出了一小孩 哎 您找谁呀 哦 这个这个 我找你们主人 哦 您找主人 您是谁呀 您就说呀 山东公子 王文 拜访 哦 您挡着我吧 蹭蹭蹭蹭蹭 迈步 跑进去 到里边 一回禀 再看里边 蹭蹭蹭蹭蹭 啪 跪爬着 出了一位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跑出来 有走出来的 这位是连跪 再爬 再咕噜 就说明 这个心情啊 已经太激动 到一定的份儿 连跑 再爬 阿姨就跟走 蹭蹭蹭蹭蹭 王文远远一看 哎 这不是我叔啊 我叔 走 我走 是我叔叔五十多岁了 谁老头啊 那年代 要是五十多岁 可忒老了就 搁仙带得搁仙带得 你九十岁老了 这么大岁了 怎么怎么这么 年轻啊 这人 再看那人 走到跟前 哭腾跪倒 一抬头 哎呦 这 这不是 王生吗 王生 抬头一看 这眼泪 刷就掉下来 一抱大腿 哎呀 公子 早也判 晚也判 呢 望穿了双眼 终于把公子 你给判回来了 公子 你怎么还回来呀 咱们家里边 出了大事情了啊 您这我天天访您 我访您一年多的时间 我都没找着您呢 我差点饿死到半岛上 您还回来你啊 俩掺起来 王文也哭了 这小生子也哭了 这小生子 就是他原来 进京说 那个小书童 他跟丫头俩人走了 把这个书生 这王生 搁在那店房里边了 哎呀 俩人哎呀 抱头痛哭 屋里醒屋里醒 拽着胳膊 俩人进了屋里边了 哎呀 一看这屋里边的摆设呀 太好了 哎呀 哪叫假宴 哪叫桌子 哪叫凳子 一水 全是黄花里 好木料 哎呀 这这是咱们家吗 这就是咱们家 哎呀这个 走咱们家 这么发达了 别提了 您呐 您走这几年呐 您可不知道啊 我呀 太苦了 王文一听了 哎呀 小生子呀 你苦啊 你苦过我呀 我比你苦 哎 我比你苦 我比你还苦呢 俩人比什么苦了 哎呀 说这个这个公子 您这些年您是怎么回事 您幸说苦了 您把这些说说呀 好 那我就给您说说 汤汤汤汤汤 把这以往的事情 这么一说 小生子低头一想 一抬头 哎呀 公子 看来 你比我苦